拼湊而成 所以他透過這很多幾何造型的拼貼 去訴說所有運動家 他也是有一種理性的邏輯思考 在這個很繁複的幾何造型的思索當中 他能夠判斷 我應該可能在這個球賽當中 我要用什麼樣的技術 去贏得這樣的一個比賽 才能去贏得對手他所要運用什麼樣的戰略 那現在我們到藍牙國中這個場域 那我們看到這一系列的作品 他其實非常低調 其實沒有來這邊特別跟大家說明的話 大家永遠不會發現 為什麼他隱藏得很好 走過去就一模 跟樹幹一模一樣 那特別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 《卵樹故事》 《卵樹》 那為什麼藍牙國會用 《卵樹》這樣的主題來進行規劃設計呢 《卵樹》都是台灣《卵》 沒錯沒錯沒錯 《卵樹》是所有樹種當中 它最能吸收廢氣跟二氧化碳的 那這個組件作品當中呢 大家可以靠近一點來摸摸看這樣子 因為其實藝術作品呢 剛剛跟大家提到它離開了都市場域 它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來互動去敲去打這樣子 這《卵樹》的故事呢 藝術家他當初是從整個《卵樹》節的一個藝術發想 他希望在這個大道當中 他運用一種低調 然後又可以跟都市空間相互做結合的一種概念 來成為他藝術創作的一個可能 那當然除了這個作品之外 大家可以來看看在地面上 它其實有很多陶板鑲嵌的部分 如果各位朋友有機會再參加其他路線的導覽的話 其實會發現有一些作品是會跟在地的民眾做很多互動 透過陶板或是馬賽克拼貼 跟學校的師生一起進行創作 那當然這樣的理由呢 也是因為公共藝術它不同於一般純藝術 它是必須有公共參與的可能性 那當然在這個《卵樹》的故事當中呢 它其實上方我們看 就是它在晚上的時候 這所有的夜脈它是LED燈 它晚上其實是會亮的 那當然這個LED燈 不是我們想像像檳榔灘那種七彩霓紅燈 它是單一色澤 就是昏黃的色澤 它是跟旁邊我們呼應的路燈 是同一種色系 那當然是在這整個行走路徑上 讓大家可以感覺到這些藝術作品 它是很靜靜很低調的存在在這個街道空間當中 那當然公共藝術還有另外一個精神喔 它所定義就是每一個民眾 它其實都是藝術家 每一個在座的每一個人 未來也都有可能可以成為公共藝術的創作者 所以公共藝術它其實是一個大眾的藝術 它對於所有人來說 它是一個很特別 如果您對於在地的環境 或是對於整個在地的空間 有一些不同想像或認同的話 其實都可以提出你的創意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來進行創作 這個它其實是不鏽鋼 對 不鏽鋼 然後讓它去點焊 點焊做出這種斑點的可能 那因為不鏽鋼其實在戶外空間當中 如果它鏽蝕到某一定的程度 它可以在工廠特定的讓它做鏽蝕 然後之後外面再做防護 它就不會再鏽蝕得更嚴重 讓它可以做出那種質感 其實很多人只有經過一個學校 或是一個體育學院的時候 你只有看 走過去 根本就沒有像說博物館裡面 有很多書籍的含義在告訴你說 我現在的南亞國中旁邊 我有設置設置了什麼 因為你沒有經過專業的公共藝術的學者 或者是有投入在公共藝術的這些 義務指導的那個學者 學生 或者是導覽的話 那你只有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作品 叫視而不見 那你要突破它呢 一定是說要有里長 因為里長是一個鄉里 還有一個市政裡面 最低最低的一個推手而已 那這個推手要怎麼副習出信呢 在於本身的里長 我想應該每一個里長都應該要這樣盡心的投入 能夠帶動 我今天帶動了三十位來的時候 後面的帶動的話 就不止這三十位了 就是說它回去以後啊 它就會像我們這些阿嬤呢 那它就會子子孫孫的長久的延續下去 那假如說能夠由一點來推現點面 來推廣的話 我想喔 所有的鄰里喔 或者是鄉鎮 或者是市政的話 那變成一個有非常好的一種典範 因為我們回去啊 我們會跟我們的小輩講 就是說本來做捷運 管它什麼捷運裡面有什麼東西 都很少注意 因為我們第一站是 捷運 走那個大橋頭 對大橋頭那個 對 起先自己走來走去走過去 好像看到邊上有東西 看一下 沒有注意到 這個都是經過專家試機啊 什麼東西 那都沒有試機 經過那一堂解釋以後太棒了 就曉得現在到每一個站呢 都會注意 所以這個興趣也要 也要就是慢慢培養啊 推廣啊 對不對 如果說這個 像我們現在 我的感覺就是說 參加的人數啊 還不是那麼踴躍 對不對 就是 譬如說 台北市一定有老人的 什麼 什麼 活動的那個地方 應該多多地 對 宣導 讓他們也有機會參加這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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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機會參加這種活動